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連線國際中線主播 洪欣宜 欣宜 欣宜早安 這晚早安 大家早安 全球大頭條 今天焦點是 習普會怎麼談烏克蘭問題 那麼習近平到洛斯訪問 到底是要給普丁 信心增加持 還是真的要解決 O2戰爭的和平問題呢 當然克里姆寧公司 已經說了 兩人確實會談到 北京所謂提到的 這個和平方案 而普丁在一見到 習近平的時候 也有說 已經把中國版的 和平計畫讀過一遍了 只是北京的和平計畫 就是2月24號提過的 12點關於政治解決 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 美國不認 那麼烏克蘭也很堅持 說中國未來的 任何和平計畫 都必須要以俄羅斯軍隊 投降或者是完全撤離 烏克蘭的領土 為前提才可以 因此今天全球大頭條 首先來看 今天最重頭戲 習普莫斯科會 怎麼談烏克蘭問題 這也是國際媒體 和中國媒體的 今天報導方向 那麼今天呢 將繼續有習近平和普丁 以及俄羅斯總理 米蘇斯金的會見儀式 從小範圍的會談 到擴大範圍的會談 同時雙方還會簽署 一系列的合作協議 以及雙方也會發表聲明 出席國夜 那麼莫斯科的時間呢 是要比台灣 晚5個小時 而在習近平昨天 20號下午1點鐘 專機到莫斯科的 弗努科夫機場的時候 下午3點就在克里姆尼宮 在元老院橢圓廳代表辦公室 閉門會談 跟普丁進行工作晚餐 那麼習近平下榻的 這個五星級飯店呢 也是在莫斯科一座 以中國傳統景致設計的 一個公園旁邊 這一次陪同習近平的 中方官員裡頭 包含了政治局常委 也就是中央委員會辦公廳主任 蔡奇還有外事辦主任王毅 以及外長秦剛 這些黨政要員 都陪同習近平出席 因為習近平是從2013年以來 擔任國家主席以來 第八次訪問俄羅斯 這麼是他的出訪次數最多的外國 那麼普丁呢 昨天20號還特別在會場的入口 等候習近平同時一見到 習近平的時候 就先祝賀他再度連任 普丁跟習近平說 他已經仔細閱讀過 北京之前提出的 所謂解決俄污問題計畫 那麼這個計畫呢 其實是在中國外交部2月24號 當時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 一週年的時候發表的 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 維基的中國立場文件 也就是所謂的 中國版烏克蘭和平計畫 文件內容含有12項立場 習近平呢 當時也回普丁說 中俄兩國應該密切合作 那麼克里姆尼宮呢 現在目前針對於兩人談什麼 有最新的回應 我們先來聽聽看 這樣或是一旦 темы, которые затронули в этом плане, конечно же будут затрагиваться неминуемо в ходе обмена мнениями по Украине безусловно, Украина будет фигурировать на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поэтому,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смел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затрагиваться будут но здесь, конечно же со стороны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будут даны стерпывающие разъяснения так чт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и смог из первых уст получить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видения 對於俄羅斯的 這個訪問 期待北京 可以運用自身 對於莫斯科的影響力 让莫斯科 結束這場 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 接下來 我們先來看 這則報導 一刻都不能等 習近平非底 莫斯科 立刻驅車 和俄羅斯總統 普丁 先來場 非正式会談 一見面中俄取暖的火炉 先開到最強 但習近平連任後 第一次出訪 正值 普丁被國際刑事法院 通緝之際 時機有點敏感 外界關注的 依舊是烏俄戰爭 習近平到底要怎麼瞧 不只普丁 中俄雙方官員 都釋放要聊 烏俄危機的訊號 中國在這之前 提出包含 立刻停火 尊重主權等 十二點和平計畫 但中方的和平計畫 不只沒有說清楚 是尊重烏克蘭 還是俄羅斯 非法併吞的領土主權 計畫也沒有要求 俄羅斯立刻從烏克蘭撤軍 不撤軍的停火 等同於假和平 甚至會讓俄羅斯 趁著停火期間 增兵增援 伺機而動 展開更猛烈的攻擊 外界認為 烏克蘭跟俄羅斯 雙方停火條件 根本搭不上 中國領導人 習近平想靠居中喬事 分化西方 建立中國新秩序 十分困難 就在習近平 這一趟訪惡之旅 美國國務院最新報告 控訴中國進行 種族滅絕等 二十五項罪狀 也讓習近平 和被通緝的普丁 兩個人又多了一項共同點 可以趁這一次好好聊一聊 進行我黃盛凱 帶有人報導 的確國際都在看習近平要怎麼喬這一場事 習近平訪惡的三天國事訪問當中 很重要就是在中俄關係的友好基礎上 因此預料雙方會在雙邊合作 以及重大國際的問題上面交換意見 同時也會簽署一系列的合作文件 雖然這一次是習近平在二零一三年之後 第二次把俄羅斯當作連任國家主席之後的出訪 第一站但是其實在過去的不管是冬季奧運以及上河之會 其實習近平和普丁都有進行過多次的視訊會晤以及通話 那麼中俄看的除了就是這個經貿合作 要繼續往上爬一階之外 其實看看這個數字就知道 光是今年前兩個月 中國和俄羅斯的貿易額就已經達到了三百三十六點九億美元 聽清楚是兩個月而已 同比成長了百分之二十五點九 那麼在整個基本盤的中俄經貿合作之上 中俄在大國戰略的互信上面 其實目標還要一致 而且習近平也是這麼認為 只是習近平對於普丁有影響力嗎 華爾街日報直接說其實很有限 那麼華盛頓郵報甚至分析說 對於普丁來說 習近平訪問俄羅斯 這是今年最重大的外交活動 因為俄羅斯現在對於普丁來說 暫時基本上就是停滯不前 而且不斷的傷亡增加 還有就是普丁自己的個人生育 現在因為國際刑事法院發令逮捕而受到損害 普丁他急著需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來拉抬自己的聲望 一直習近平說是可以讓普丁有足夠的士氣鼓舞 可是看到的是這兩名打算終身領導的領袖 就是當萬年領袖走到了一起 為了全球對抗 其實他們正在創造條件 北京願意利用這個跟莫斯科之間的夥伴關係來對抗華府 這個就代表的這個意思就是 習近平其實是默許普丁的戰爭 而習近平找普丁的動作其實也在警告華府需要跟北京來進行談判 警告歐洲中國作為全球大國的一個重要性 同時也提供中亞非洲以及中東地區一個訊息就是 其實中國是比美國更可行可以提供援助來源的 那麼這一次習普會俄羅斯特別接待這個中國領導人的有一個儀式感 也會加強普丁作為所謂現代沙皇的一個形象 因為接下來的國宴地點就是選在克里姆寧宮壯觀的15世紀建築物多倫宮 這個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建築 它是由吞併鄰國領土的伊凡三世親王所建造的 因此這個意義就非常的不同 那我們還要特別看的是 其實習近平在到莫斯科之前 日本共同社就發了一個訊息說 美國現在在烏俄戰場上發現疑似有大量中國彈藥被使用了 甚至懷疑這些彈藥就是由俄羅斯軍隊給發射的 那麼美國政府就分析了 這些彈藥還有其他的因素全部加在一起確定 其實有部分的彈藥就是中國生產的 但是美國並沒有透露彈藥的具體型號 當然華府接下來一定會追查彈藥的源頭 以及蒐集相關的證據 一旦確定這些彈藥是由北京政府所提供給俄羅斯的 那麼華府接下來就會展開一系列新的制裁行動 而從去年二月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烏克蘭戰爭之後 其實中國對外宣稱都是中立的立場 一直避免就是要譴責俄羅斯的入侵行動 那麼到了習近平取得連續第三個任期國家主席大權之後 其實他最近的態度有一點在改變 就是他不斷在塑造自己 握旋烏俄停火的和平調解人的角色 可是美國還是警告全世界小心不要被騙了 因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發布年度最新人權報告的時候 他主動提到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行動 習近平說捍衛烏克蘭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性 應該是所有和平方案的這個基本元素 但是布林肯認為這個部分沒有優先考量到一個原則的方案 就是最多只是拖延戰術 不然就是試著造成一個不公的結果 而且布林肯在報告當中還特別點出全球五大人權問題之外 還把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全面開戰 以及中國有二十五項重大人權侵犯作為 全部都列出來 甚至點出來新疆問題已經有超過一百萬人 遭到任意拘禁或者是人身自由被嚴重的剝奪 但是看到這個報告 中國第一時間也站出來針對報告內容立刻表達抗議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單邊強制措施 糧食權等特別報告員有關關切 值得國際社會高度重視 美國等西方國家自詢人權燈塔 卻在全球範圍內打著人權幌子 大搞單邊制裁 嚴重侵犯別國人權 美國等西方國家必須對其單邊制裁引發的 系統性侵犯人權行為負責 也應該被追責 我們敦促美國等西方國家 正是國際社會的正義呼聲 立即取消單邊制裁 接下來看幾個訊息 連帶影響科技業 俄羅斯工商日報報導 克里姆尼公已經告訴官員 現在要開始準備停止使用蘋果iPhone手機 因為克里姆尼公擔心這些設備 容易受到西方情報機構的攻擊 俄羅斯總統普丁的辦公室 其實也發出了訊息 要政府官員在四月一號之前 就要更換手機 而克里姆尼公有可能 到時候會提供其他 具有不同作業系統的設備 取代iPhone 克里姆尼公的發言人 佩斯科夫他也說 無論如何 在俄羅斯智慧手機 是不能用在官方用途 而熱門短片影音平臺TikTok 比利時政府也有最新動作 說是已經禁止公務手機來使用 不過當地媒體調查 現在比利時的政府 有多達18名的內閣部長 以及政黨主席 特別是為了要用TikTok 而配置專用手機 而且至少到明年大選之前 他們可能都戒不掉 這個來自中國的短影音社群媒體TikTok 那麼現在TikTok的執行長周壽茲 即將在美東時間23號上午 他要出席美國眾議院 能源商業委員會的聽證會來進行作證 他要向美國國會說明 現在TikTok的現況 到時候美國眾議員就會在這個會上面 就TikTok與中國的關係 還有網路安全 以及對兒童的影響提出質詢 可是就在聽證會之前 現在傳出美國司法部以及聯邦調查局 正在針對TikTok的母公司 也就是字節跳動 涉嫌監視美國記者而進行調查 但除了TikTok 我們要關注了另外一個軟體 它叫做CapCut 它是中國的影片編輯軟體 它現在在美國超級無敵的紅 因為它最近幾個星期的下載率 還贏過了TikTok 而且CapCut跟TikTok的母公司 都是同一家 都是中國字節跳動 華爾街日報還特別統計 說去年CapCut的全球下載量的成長 已經有43% 超過4億次的下載 全球的下載量當中 還有7%是來自於美國 可見於美國對於這個軟體的下載量之高 那麼它的下載量 其實還在去年的年底 一度竄升到App商店排行榜的榜首 而且在這榜首之後 它是持續的名列前茅 那麼TikTok在全球 它已經有超過10億人的使用者 可是CapCut它是屬於工具型的App 它為了要提供服務 它就會蒐集使用者上傳的照片 還有影片 甚至於包含上傳者的位置 性別 還有生日在內的所有使用者的資料 因此接下來它會不會也被列進美國的禁止名單當中呢 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美國進中國科技 美國科技的裁員潮 一波接著一波 現在最大網路零售商亞馬遜 在今年一月裁員一萬八千人之後 執行長賈希說還要再裁 因為他在寫給亞馬遜員工的備忘錄當中提到 確實在整個不確定的經濟環境 以及不久的將來有很多的更多的不確定性 因此亞馬遜他選擇更加的精簡成本跟員工人數 因此接下來要裁九千人 而且說這一波的裁員主要影響的是亞馬遜的雲端運算 以及人資還有廣告 甚至是一些串流媒體服務 那這些部門業務都會受到影響 那麼其實亞馬遜跟其他的科技巨部的裁員相比 其實這一波的裁員 在亞馬遜員工總數的比率比較小 因為去年這個年底的時候 亞馬遜員工的總數達到一百五十萬人 可是現在美國科技持續的這個縮減規模 像是社群媒體聚播臉書母公司的Meta 在短短幾個月之內 就裁了將近百分之二十五的員工 Meta基金長主克博前幾天才說 今年臉書跟Meta要定位是效率年 而且還要再裁一萬人 就是為了要讓Meta可以繼續的精簡 甚至是血減開支 那麼美國科技業的這個大裁員風暴 現在據說也擴及到了房地產 看今年以來就近山的這個彎區 被area的房價 因為高科技公司不斷的裁員 結果這邊的房價出現了大幅的下跌 甚至有一些房屋的售價比要價還要低 但是整個加州的整體房價是還是比較貴的 看看數據就知道 舊金山的房價中位數超過一百二十萬美金 也就是三千六百九十六萬台幣 那麼洛杉磯它的房價中位數超過八十九萬美金 也就是兩千七百四十一萬台幣 而根據加州的這個房地產物業軟體公司 他們的調查說 在加州自己其實從零開始自己蓋房子 可能都比買一棟既有的房屋還要划算 因為從數據上來算 加州如果你從零開始蓋房子的話 可能就是比這個已經 你買到這個本身已經蓋好這個房子 大概便宜二十萬美金 大概就是六百一十六萬台幣 因為現在加州的一棟縣城屋大概就是七十萬美金 也就是有大概兩百一十一兩千一百五十六萬 但是這裡頭要注意的 其實這個調查結果比較適用於加州聖地牙哥 還有馬林縣這個地方 因為像是舊金山還有洛杉磯 這裡的房屋的建屋的計畫成本可能還要再更高 美國現在十大生活最貴的城市裡頭 其實加州就佔了三個分別是在舊金山 聖地牙哥以及洛杉磯 所以說如果說現在還要在這個洛杉磯 過上比較舒服的生活的話 美國已經幫你算出來了 年薪恐怕需要七萬五千元以上 來看到的是針對於房地產 其實在裡頭有一個現象就是租房子越來越難 不是只有買房子難而已 英國在後疫情時代 學校以及企業 他為了要取消這個遠距離作業 因此很多人他開始回流到實體 回流到都市 租房的需求因此就被帶動上來 現在倫敦兩房平均月租 大概就是兩千六百四十六美金 也就是新台幣八點二萬 要租兩房的租金喔 加上通膨 英國去年十月的通膨已經到了十一點一% 創下四十一年來新高 接下來幾個月還是維持在兩位數 因此英國的生活水準它是不斷的在升高當中 一般人的薪水根本追不上這個物價非常的速度 再加上英國自己的經濟也是在衰退當中 還有他們當地有能源危機 所以說現在英國出現了一種流行潮 叫做同居前任潮 英國房地產公司調查原本跟伴侶如果是同居 後來分手的 現在有三分之一還是繼續選擇住在一起 因為他們要分攤房租 甚至是可以存到脫離彼此的租屋 或者是房貸違約金 來看倫敦有一名藝術家 他有一個動作就是他在一塊工藝團體借給他的草地上 他就搭建了一個垃圾桶小屋 大部分的建材都是取自於工地的廢料 他的造價是17.7萬台幣 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說是為了要留在倫敦 這個是唯一他可以負擔得起的方法 凸顯的是一個現象 就是倫敦房租其實已經到了一種瘋狂程度的危機 我們來看他怎麼說 我一直在外面工作 我一直回到倫敦 然後就開始那種懶惰的 逛逛房租 就像是一萬多人在城市和國家 每一個人對於生存戰都有他自己的方法 以上是全球大豆條時間線交還給趙文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